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木薇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吸血鬼电影《黑暗阴影》 有一对夫妇迁移到了新大陆 并且他们在这个大陆上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渔业商业帝国 两人有个儿子,名字就叫做小谷 小谷长大后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可没想到小谷外表看着帅气,实际上却是个渣男 家中的女仆小美对小谷产生了爱慕之心 小谷和她玩玩后,没出多长时间就被另一个姑娘小花给吸引了 令人不感惊讶的是,小谷的前女友小美竟然是个女巫 被抛弃的她伤心欲绝,用巫术害死了小谷的父母和小花 不仅如此,她还把小谷变成了一个吸血鬼 装在棺材里埋在地下,镜头一转就过去了二百年 现在的小美经过各种社会的变化,已经成为小镇上的一个富豪 而小谷家族原本强大的帝国也渐渐没落了 现在小谷家庄园里只剩下一对姐弟,姐姐是庄园的老大 弟弟是个喜欢玩乐的顽固公子 姐姐还有一个叛逆的女儿小萌 弟弟有个心里扭曲的儿子小帅 有一天和小花长得非常像的一个姑娘 前去古德庄园应聘家教的工作 她刚一进入庄园就感觉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小镇的另一头发生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 施工队在挖基地的时候竟然挖出了小谷的棺材 变成吸血鬼的小谷瞬间被唤醒 喝完施工队的血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但是看着这现代化的设施,小谷不知所措 她只好回到自己的庄园 之后小谷用贴身的拐杖打开了宝藏室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她想要带着姐姐一起重振家园 姐姐也同意了 之后小谷就与姐姐远方亲戚的身份出现在庄园里 当她看到小花时,瞬间又喜欢上了她 这时小美也感觉到小谷的复活 来到庄园先是给了她一吻 被拒绝后又对她一番冷嘲热讽 之后庄园在小谷的指挥下开发了一个工厂 家族的生意慢慢地恢复了起来 但是小美看着她的生活变好 心里十分气愤 先是对小谷一番色诱 失败之后 愤怒的她将她再次封印起来 并把小谷家的工厂给烧了 就在小谷心灰意冷的时候 没想到那个脾气古怪的帅帅竟然跑出来 把小谷给救了 可没想到她的运气那么的不好 前脚刚出棺材回到工厂 就又碰到了小美 小谷决定带着自己的家人去和小美真正的打一场 可是一群人对小美无论再怎么攻击 她还是没有受一点的伤 后来古怪的帅帅再次登场 她将自己的母亲的灵魂给召唤出来 给了小美致命一击 她死之前还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小谷看 自己的爱是多么的忠贞不渝 之后小美就over了 小谷感受到小花立马奔向山崖 原来在打斗的过程中 小美对小花下了一个诅咒 让她去悬崖边跳崖 还好小谷及时的赶到救下了小花 纵使两人相爱 可是吸血鬼和人总归是殊途 难以在一起 最后小花提出要求 自己也要变个吸血鬼 可是小谷并不同意 最后她以死相逼 两个人都变成了吸血鬼 在一起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得不说小美的爱太过执着 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有时候放手才是对她最好的爱吧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